据说一张纸最多能对折7次 这是真的吗 留言中结者将会进行实验 他们先找来一张普通包装纸 但刚刚折到第5次就显得有些勉强 第6次已经很难压到平整 至于第7次用桌面作为辅助也没有成功 因为每次对折 纸的面积都会减半 而厚度加倍 所以折到第7次时 纸张厚度已经达到了128层 若想击破这条留言 对折第8次就要翻倍变成256层 听起来基本不可能实现 但三人组不会轻易认输 他们首先尝试了外力帮助 轴机 大锤 压力装置 甚至上了钛合金牙都没有成功 第二次他们试着改变折叠方法 将传统对折变成沿对角线折叠 可惜依旧失败 三人觉得可能是纸张大小出了问题 他们买来市售最大面积的纸 足足有3.8x4.5米 每次对折会用滚轮压平 随着次数增加 纸张以惊人的速度缩小 第7次 以及硬到无法弯腰的程度 挑战再次失败 不过三人组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这张纸大到超乎想象 薄到轻如禅翼 会完成第8次吗 他们买来17张成卷的巨型纸 厚度只有普通A4的一半 用双面胶粘合在一起 变成一张51x66米的超大纸张 整整半个足球场的面积 一切准备就绪 10名工作人员同时发力 小心翼翼地将纸张向后拉去 对折过程非常顺利 只是越到后面众人越累 好不容易折到第7次 他们开始做最后的尝试 慢慢挪动 排进里面的空气 纸张屈服了 第8次折叠成功 但这还没完 几人搞来一辆压路机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纸张最终被折叠了11次 流言成功破解 年关临近 又要到熊孩子炸井盖的时候了 为了警告大家 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流言终结者将进行一组实验 他们把铁管切个掉一部分 换上聚碳酸纸玻璃 方便观察内部情况 然后在侧面 焊上三根小号的铁管 当作下水井 这样一个简易的实验装置就完成了 第一次 他们向模型内输送了3.4升天然气 这个量在与空气混匀后 可以达到9%的最佳爆炸浓度 但按下变压器 并没有发生新闻中那样 井盖上天的情况 只是产生了微量火花 因为他们没有采取密闭环境 铁管两侧与外界相连 这是比较理想的下水道环境 在这种条件下 爆炸瞬间产生的高压 会顺着两侧排掉 所以只冒出了火星 井盖没被炸飞 但另一种情况 就是某段下水道两侧 有向下的弯管 并储存了积水 导致中间形成封闭系统 而这种环境下 爆炸的威力会大大升级 画面中 三个井盖全部飞上了天 因为密闭空间 压力只能通过井盖释放 才会产生新闻中的爆炸效果 接下来 两人往铁管里丢了一些垃圾 更符合真实的下水道环境 而这一次 甲烷爆炸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 对比两种实验情况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有垃圾的时候 火焰燃烧速度会更快 短时间内 产生的压力更大 井盖被喷的也就更高 这就是为什么 熊孩子往下水道里塞鞭炮时 不仅井盖会瞬间喷飞 周围的地面 也会塌陷和炸裂的原因 这种危险年年发生 但年年还有人反复失态 希望刷到这条视频的你 一定要提醒生命的小朋友 包括成年人 千万不要做这种又坏又蠢的事 据说两本电话簿 在没有粘合或者装钉的情况下 一张落一张重叠在一起 就永远不可能被拉开 这条留言到底是真是假 二人组将亲自进行实验 首先 他们找来两本电话簿 每本都有800多页 然后就是重复性的交集重叠 看起来非常简单 可真正完成后 单手根本举不起来 拉力也异常惊人 明明没有任何胶水 两本电话簿却牢牢的贴在一起 两人简单研究了一下 这种操作的奇妙之处 就是摩擦力 拿电话簿举例 当两叶指的表面发生相对运动 就会产生近摩擦力 当两叶指互相摩擦时 会产生动摩擦力 当动尖二指同时发生 就会互相牵引 这也是电话簿无法被拉开的原理 随后 他们在书背处装上两个三甲板把手 方便后续拉扯 实验正式开始 首先进行人力测试 两人来了一场拔盒比赛 可用上吃奶的力气 也没能让他挪动分毫 第二次 他们找了更多人 实为实的大型拔盒 结果却依旧没变 两人看了一下拉力器上的数字 足足4000磅 已经是一辆小货车的重量了 但还是没能拉开电话簿 既然人力不行 那就运用机械 他们找来两辆轿车 进行第三轮测试 可油门踩到最底 车轮都开始空转 电话簿也没有分开 看来拉力还是不够 两人想了想 直接掏出必杀武器 找到两辆装甲坦克 来进行最后的测试 一切准备就绪 成败再次一举 在近乎犯规的力量面前 电话簿终于被分离开了 而此时拉力表上的数字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000磅 实验正式结束 留言并不是真的 只要你有足够的超能力 肯定能分开这两本电话簿